由宗建罗九十五 宗建罗有一百卷 这是第九十五卷 由这一段文 略 以无法财 名为贫穷 故知 普及贫苦 继续发财 并识 跟年老引宗建罗上一段话 来解释 经文 大事主 普及做穷苦 不识 有财不识 有法不识 波瑞经上讲三种 还有无谓故事 这才圆满 这里面财法 很重要 众生 没有修复 果报就贫穷 贫穷 物质生活 往往往欠缺 带来苦痛 那么有财富 没有聪明智慧 这也是贫穷 在智慧上贫穷 物质上 它富有 智慧上贫穷 人生的 人生很难得圆满 人生很难得圆满 那财发了两种不实 果报 得到的 是财富 满足 智慧 也圆满 这是 佛陀 教化 众生 九法 接众生 都离不开 这里还要东西 所以 菩萨 菩寂 贫穷 救 物资欠缺的人 救 智慧 缺少的人 这两种人 都要救 那就是 财法 病逝 两种不实 都做 故 吉雷 吉公雷德品 这是本经 吉公雷德品里面说 横一 横是不间断 深深 实实 不间断 实实 恰恰恰不间断 那 修不实 直接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六都 智信 说明了 菩萨 日常生活 他行什么 就是行 六度 那这个六种 这个六种 叫菩萨行 菩萨必须 要将 六度之行 表演出来 给大家看 这是属于身教 不实 严教 严教 严教是 阔堂上阔 那身教 是 一切实 一切处 他就是这种 做法 这是菩萨的行为 看到别人缺乏的 他自自然然 就撑出 援手去 帮助他 缺衣服的 就不是衣服 缺粮食的 他就供给粮食 缺什么 他就帮助你什么 他真干了 喜欢干了 阿布什 佛告诉我们 越识越读 越读越读 越读越读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阿 你 陀 佛 佛 佛 你 阿